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泰国警察总监飘盘表示 嫌犯是隶属于泰国第三军区帕蒙军营的九名士兵 但这九名士兵只承认登船检查坚决否认杀人 为了确立查清十五案件案情 中劳免泰湄公河流域知法安全合作会议 10月31日在京举行 随后中国表示将组建安全部队护航湄公河 规模或超千人 金三角各方势力角逐中国船员是否成牺牲品 湄公河惨案疑点重重 究竟谁是幕后黑手 四国联合执法能否告位红包亡领 这我觉得泰山无中的人的自尊 既不是单纯的个人的所为 也不是一般的团伙犯罪所为 如果不是故意预谋的话 它不可能有一连串的这个系列动作 自从我从事对泰国工作以来 还没有听说过在湄公河的航道上 发生过这么悲惨的案 不一定是政府或者是什么军队 什么什么领导人命令他们干的 我认为这个可以排除 被害船员案件真相 护航梅公河 一虎一席谈PK 中国该不该武力介入金三角 一虎一席谈 全球的华人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一虎一席谈 当我们念到梅公河这三个字的时候 它是如此浪漫如此的美丽 但是正因为中国船员13个人的性命 在湄公河上遇难 我们发现湄公河变色了 变色的背后到底是一场单纯的个人因素 还是背后有政治的谋杀动机在里头 一个月过去了到现在为止 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真相大白也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为此特别请到了 包括了前驻泰国的大使 包括了反恐的专家 包括了军事专家 包括了东南亚问题的专家 希望能够隔空来办案 提供一些蛛丝马迹 不过首先最关心反案的在我们现场当中 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 何希伦先生 掌声来欢迎何希伦先生 我想今天的这个掌声 不仅是来欢迎你来到现场 其实也是给你打气跟加油 因为我知道今天 他千里迢迢 从遇难者的现场来到了现场 他的哥哥跟嫂嫂 就是这13个遇难者的其中这两位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希伦 因为在这个声音 不要忘了 今天你来到我们现场当中 希望透过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 能让你有更多的疏似马迹 也希望呼唤有关单位 重视这个事情 我想希伦首先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你自己本身当中到这一个月来 对你来讲一定是很难受的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 哥哥跟嫂嫂 一个月前已经往生了 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火化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就是 现在泰国那边凶手 九个人出现了 现在又不承认了 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到九个凶手 已经认罪了的情况之下 火化他们的遗体 我觉得让他们找一点落土为安 所以你就是不甘心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泰国政府没有一个官方的表态 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 凶手也不认罪 这我觉得太三文中国人的自尊了 我希望今天有相关的包括 驻泰国的前大使 还包括相关的专家都在这里 给他加油打气好吗 谢谢 他的呼唤到底 能不能得到相关大位的重视 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 我们也希望透过专家我们解读 不过首先 我是要请教一下李伟 李伟是反恐的专家 如果从反恐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 湄公河的截杀事件的示意图 从10月5号一个多月前 9点半的时候 当时你可以看到 9点半的时候 知道七八名一位毒贩的武装匪徒登船 然后呢 遐传了离开 再到过去 接着是在中午12点 12点的时候是什么呢 玉星8号船长向兄弟船只 发出了紧急的呼救 然后说有人受伤了 紧接着我们看到在1点半 也就是一个半小时之后 泰国警方接到了毒品 入境宪报之后出动 然后呢 发生了是什么呢 就在10月5号 10月10号 泰国警方就从湄公河里 打捞起多具的中国船员的尸体 一直到10月10号 泰国政府说 在五天前 湄公河遭袭的两艘货船上 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了 这边呢 很多的蛛丝马 就对你专家来说 其实都有意义的 你看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行为吗 首先我们看到呢 这整个过程来说呢 我个人认为呢 既不是单纯的个人的所为 也不是一般的团伙犯罪所为 我们重点呢 我们看刚才大家提了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我们不要把这个目光呢 紧紧盯在泰国 因为我们看刚才第一幅 金山脚的示意图 对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南长江到湄公河 首先经过的是免老 共同荣有的湄公河 然后进入泰国 就是在清胜港港口 最后发现这样船只的 从人员的尸体发现的过程来看 我个人认为呢 它是有一个逐渐杀人 逐渐抛尸的过程 所以说呢 第一现场究竟是在泰国 还是在缅甸的孟喜滩 这个呢 我个人认为呢 是值得呢 我们进一步思索的 因为从整个过程 以及这些遇难船员 被残杀折磨的过程来看 它不是一个短时期可以做的 而且呢 尸体的打牢的不同的位置呢 根据河水河流 可以看出来呢 它是在逐个逐个的抛尸 所以说呢 它是不是说集中发现 也有集中发现 可能是呢 就是说集中抛尸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看来呢 这些作案人员呢 等于在船上是手 有刺无恐的 一个一个的 把我们船员控制起来 我们也知道呢 有些船员舌头被割了 有些船员呢 眼球也被挖出来了 所以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 犯罪行为 而且这种犯罪行为 我们说呢 要一般的杀人越货 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 背后肯定有 很深刻的根源在里面 这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并且探索的 好 李伟先生在从他的专业角度来判断 包括第一现场 其实到底是不是清胜港 这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包括时机点 还有点时间 大家别忘了 这是在大白天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像中国的官方所说的 它两岸是有人的 上面是有船只的 难道没有其他的目击者吗 今天还有一位 也是一个老船长 来老吴来到现场 掌声欢迎老吴 老吴来到 在旁边来 也特别从湄公河 你老吴在湄公河 已经有待了十九年了 在那边行情的经验 十多年的张经验 这些拍摄是你所带来的 对吧 在网路上第一个爆料的就是你 这些照片当中 有哪些的端倪 你可以帮我们衍生一下 比如说他 这里的话 他有一个目击证人 对 这边有个目击证人 对 这里有个目击证人 在老吴的这个船 对 这里有个目击证人 这边有一个目击证人 对 然后的话 他在这里的话 我主要是想捡的是这里 他这里是初次船坡 他靠这里 这个水的流向是这样的 是暗示性的 暗示性的 他如果是活动性抛射的话 他那个尸体会 冲在老吴的金木棉岛 那么他如果是 在这里抛射的话 他的尸体全部就在 泰国一侧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肯定的话 抛尸现场的话 一定是在泰国一侧 抛尸现场你的推测 你所得到的讯息 觉得应该是在泰国这边 因为根据我的这个航行 这个对水文的了解的话 他这个抛尸现场 一定在泰国境内 好 抛尸现场在泰国境内 这是你所得到的第一个 那还有另外的呢 你想特别补充的是 然后我想补充一块 就是说这里 当时的事发的时候 中国有20多艘船坡在清盛 但是他们听到那个 颜德义嘛 于兴巴尔颜德义的呼叫之后 他们往这个吊车马上 这里赶 大概有七八公里 但他们在到 到这里有一个大圆球 我们传言讲的 大圆球的那里的时候 被泰国的警察和军方 全部阻拦在这边 建言 全部建言了 就是进不去 然后直到我们中国的船员 上去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的时候了 下午五点了 其他的大概就是这些情况 所以从你的判断来讲 还包括你们周边的 其他的船员的判断 都认为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 对 因为他那个现场的那个痕迹 那些判断的话 就是在泰国警察这边 炮的事 也是来等到一个答案 对 就希望来等到一个答案 好 谢谢老吴 谢谢 那么请说 请说 对 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在抛尸的现场 因为这两张船 滑屏号是最先靠岸的 它靠了岸以后 船员去到岸上 酸钢丝笋 回到船上 船上的机船里面 是很专业的这种 从轮机长 把机器吸火 砸法关掉 什么东西都是很专业的 就是船上的一个船长 他也没有住到这么专业 这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滑屏号的船员 是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意识之下 然后才把船停好了 停在一起的 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就是 滑屏号的船员 肯定是全部停好船了以后 被杀害的 月星八号的船是 从后面到 他到的时候 我这种故人判断 可能他在转头停靠的时候 就看见了滑屏号的船员必烧 然后船长就马上呼救 有人受伤了 可能那一分钟 他不是说我们自己船上的人必烧 是看见别人的船必烧 马上就呼救 呼救了以后 那个船也靠过去了 跟滑屏号停在一起了 停的过程当中 那个酸钢丝绳的那个人 是中国人酸钢丝绳 只是打了一转 这种八字型的 就是说不懂船的人 他不会这种酸船 所以他应该是专业的 但是他只酸了一次的话 就后面那个钢丝绳就是很乱了 可能就是酸了一次的时候 就遇害了 那后面就是什么其他的人 把他把船酸好的 好 谢谢希伦 如果不是故意预谋的话 他不可能有一连串的这个系列动作 不一定是政府 或者是什么经历 什么领导人命令他们干的 我认为这个可以排除 自从我从事泰国工作以来 还没有听说过 在湄公河的航道上 发生过这么惨 这么悲惨的 希伦要很 侦破得很清楚 难度还是有 我个人觉得就是 这个事情应该背后一定的政治预谋 目前来说可能还是属于行事案件 我觉得有个人的仇恨在里面 中国的传人跟泰国的军方 是从来不绝对的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清楚 希伦刚刚在说的 这也特别强调点 当然这是他个人判断 当然还有对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讲 他有相当大的情感的因素所在 包括李杰 从个军事扎家角度来讲 我们跳到了军事层面来看 不过从你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 这整个的事情 它是有蹊跷 蹊跷在哪里 我觉得首先就是根据刚才何锡伦 还有吴船长 还有李伟这个综合分析 我觉得他是一个故意 故意的 故意预谋 因为如果不是故意预谋的话 他不可能有一连串的这个系列动作 而且是很专业的这种系列动作 同时呢 他这个时间是大白天 而且也有这个目击证人 但是现在从10月5号到今天11月10号吧 过了一个月零五天之后呢 现在